都来一致故事 晚上太阳都照屁股了 她还懒洋洋的不愿起来 要不是兔妈妈不断地催呀 还有肚子饿了 咕咕地叫 她还会继续睡呢 而且她什么事也不会做 穿衣服啦 吃饭啦 洗脸啦 都得要妈妈帮忙 兔妈妈常常担心地说 哎呀 我这个宝宝 以后可怎么办哟 小兔儿可不在乎 说 干什么 我有妈妈帮忙 可是有一天 兔妈妈要出门去了 她把小兔留在家里 临走前 兔妈妈千叮咛万嘱咐 把事情交代了许多遍 小兔依依点头记下了 于是 兔妈妈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 太阳公公升起老高老高 小兔终于睡醒了 她还没睁开眼睛 就喊开了 妈妈 妈妈 快来呀 我又起来了 快来帮我穿衣装 可是 喊了好多遍 也没人答应 小兔这才想起 妈妈不在家 唉 她慢吞吞地爬起来 揉揉眼睛 看见衣服 揉成一团扔在床脚 就拿出来 翻来翻去 哎 好不容易才翻出个头绪 可是 穿了一个袖子 仔细一瞧 哎呀 原来 把袖子口 当领子口 给套进去 费了好大劲 她可总算 把上衣穿好了 接着穿裤子 却怎么也穿不进 原来 她把两只脚 一起塞进了一个裤筒里 忙了好半天 小兔终于把衣裳和鞋子 都穿上了 这时啊 她的肚子 咕咕叫了 她想起 妈妈留了东西在柜子里 就抓起来 胡乱地吃 然后 找小伙伴玩去了 小伙伴看见她 全乐了 为什么呀 原来 小兔忘了洗脸 满眼都是眼屎 嘴上还留着饼干屑 像个大花猫 再看看她的衣裳 扣子进错了门 衣服啊 一边长 一边短的 鞋也穿反了 怪不得穿着不舒服呢 小伙伴们笑了 小兔很不好意思 红着脸跑回家 这时 兔妈妈回来了 小兔赶紧对妈妈说 妈妈妈妈 快教教我 我以后要自己 学会穿衣裳 兔妈妈听了 高兴地笑了 原来 她是有意 让小兔锻炼锻炼的 从那以后 小兔变勤快了 成了一个 又可爱 又漂亮 又勤快的 好孩子 小伙伴们 更喜欢她了 小朋友们 如果你是小兔 那你会怎么做呢 呢 不说